你们天天在我这儿堵着 你们天天在我这儿堵着 你们看看你们 你们还怎么让我做生意 客人都走了 你们让不让我活呀 安不眠 就得还钱 还钱 还钱哪 我跟你们说过八百回了 我也不知道死哪儿去了呀 你们也知道 早就不在这儿住了 地址我给你们了 你们到那儿去找他去呀 我们要知道他在哪儿 还来找你啊 你是他老婆 我们就跟你要 不跟你要找他人 我是他老婆 陆明远这个王八蛋 你看看你 是他老婆 你看看是他 你看看是他 你自己看 我侄女的 我侄女的 未成年 她也没钱 我们家都没钱 没钱也得还钱 你怎么没钱 你怎么没钱 我先接个电话 喂 你来电话 怎么也不超个十号 阿姨 阿姨 我是小艾 阿姨别关电话 那个我想让小美搬来 我这儿住 也好有个照应 那毛病犯了 咱惹不起走走走走 赶紧走 明天再来啊 明天再来啊 我姑妈这口气啊 暂时估计是消不下去了 也就除非我哥赶紧找个女朋友 而且这女朋友啊 还得比你强才行 也许应该快乐 什么 没什么 完了 这下他肯定把火道撒在我身上了 我就不应该叫他发语音 我拿耳机去替你 不用了 直接放吧 我扛得住 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号码也拉黑了 你能不能有点鼓劲啊 你卖鞋的破工作能不能换一个 不靠他你还吃不上饭了吗 在北京找不到公司跟我回来 相天嫁人 我死都不会回去的好吗 你哥你房还没退 你一个人住那么大房子 是要在里边闹鬼啊 你一个月才挣积一个钱呢 赶紧把房子退了 搬他家住去 送上门来的便宜不产房 不花钱的房子当然要住了 爸住了啊 到时候都哄不走 你都不走 听见没有 小是你 他就这么决定啊 谢谢慢慢去 阿姨活得明白 我很欣赏 恭喜你 成为这里的第一个女主人 明明夜影 算了 微笑 讨喜 走吧 陪我去跑步吧 跑步 我才刚搬进来 连口水都没喝呢 我 能不能先不陪你去跑步啊 好吧 给你一周的缓冲时间 一 好吧 其实我没那么爱跑步 那是你没跑队 你跟着我跑 你就会热爱上跑步 而且啊 这样我们才能变成一个 稳定发展的团队嘛 团队 好 喂 儿子啊 妈 您最近没什么事吧 都挺好的 好着呢 您就没什么想跟我念叨的 鸡猫酸皮也行 多浪费电话费啊 快挂来吧 来 打我了吧 我也想你 要不我过两天休假去香港看你们 不过来回机票前 就得给我拨一下 你最近跟我妈打电话了吗 打呀 我早上刚打 不过她好像还在生曼曼姐的气 连带着也不是特别想打理我 她就没说什么别的事 尤其是关于我爸的 没话 她真的她真的没有提过我 你最近多给她打电话 发微信 她一旦说了关于我爸的事 任何消息 你第一时间联系我 好 我知道了 你在你曼曼姐家 你在你曼曼姐家 这里现在是我家啊 我住在这儿呢 你又 不是我要来的 是曼曼姐求求我来的 她最近 搬她男朋友又出去了 行了 我还有事我先不跟你说了 你让我帮你找的 儿童含肤牙膏的相关资料 我找了一些 看一下 谢谢啊 嗯 现在这卖假货的太猖狂了吧 竟然跟真货一个价格 不要只看到别人的缺点 要吸收优点 卖假货的有什么优点值得我学习啊 那还不是因为他们销售可观 才吸引到你啊 他们聪明 务实 又有服务意识 最重要的是 他们生存能力强 嗯 我出去跑步 顺便买水 我在网上买过了 在厨房 我看到了不是我喜欢的牌子 你啊 观察力还没卖假货的好 你 你 能不能找一个 咱们俩一起玩的项目 过来啊 我喜欢打游戏 凭什么你就不能过来陪我看杂志呢 不能亨都有嘛 等我打啊 陪你看点 好吗 好 那我现在就去选片子 来吧 选一部吧 这片子也太没营养了 打发时间的嘛 随便选一个 我之前有一个想看的片子 大空头 没事吧你 朋友圈都已经是网校了 看个电影也要这么职业啊 累不累啊 我跟你说你别营养过剩了 公平起见 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你玩了 没有 愿赌服输 真的要看大空头啊 当然了 你觉得这部电影好看吗 说一说你的感受 我的感受就是 为什么男生都不懂 浪漫爱情片才是女生的刚性需求 真是不好编的 我记得 08年次弹危机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没去美国 陪伴是为了精进业务吗 可我希望增进的明明是我们的感情啊 我们 加油 加油 老板 爹野洋加油 爹野洋加油 老板 爹野洋加油 剪 differently 锔一锦 多开净了不开净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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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害怕 我们不会抛弃任何一个人 你做不到 我们等你做到为止 我儿子就要给你了 我替他跳吧 你又不是我们公司的人 那我陪他一起跳 可以了吧 三年加油 没事了 又怎么来了 没事没事 不行不行 退退退退 对 对 对 五十二三啊 一二三 啊 你说他是不是这样 哎 好好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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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双鱼座的吗 天平座的才像你说的那样 没有 有相同点 这两个星色一点都不一样 哪有什么想到你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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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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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为什么那么不给我面子 那我现在给你面子 行吗 我相信你和你的女同事什么都没有 大半夜孤男寡女在酒店里促膝常谈 只是你们的企业文化 你的智商都用在讽刺人上了 我不想跟你吵架 我累了 我需要休息 嗯 前两天有一个微信大V找我 是你的朋友 嗯 他们是很有名的本地推荐号 在北京啊 有好几个网红店 都是他们推出来的 我该怎么谢谢你啊 嗯 等你有了 第一篇阅读量为十万家的文章的时候 再谢我也不迟啊 你说你来北京十年 你爸一共来看过你两次 嗯 是啊 上次 是我妈六十岁生日的时候 闹得不欢而在 那 在之前 就是五六年前了 他来北京旅游 带着别人 那他这次 可能就是来旅游的呢 他一个人过来 也没跟我提前打招呼 嗯 这样还是第一次 我看他脸色也不太好 担心 担心他的身体啊 我说说我的看法吧 你说 那我直说了 当然 是 有些男人啊 年轻的时候很花心 但是到了老了 就想要回归家庭了 而且这种事情挺常见的 你又是你爸唯一的儿子 然而防老这种思想 在他们这个年龄 还是挺根深蒂固的 所以我觉得 他是想拉近和你之间的距离 为以后回归家庭做准备 对 或许吧 我发现我现在越来越依赖你了 每次不管遇到什么事 你总能给我一些理性的建议 对 像我这样 包交包惠 还主动上门的老师 确实是挺少有的 你很幸运 坐前面 不想坐就别坐 这不是出租车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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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老板 我来开我开开 来来来 快快快 快快 进去进去 进去 咱们听点音乐吧 好吗 来 好啊 小梅 艾总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中午就能到公司 你怎么了 你来了再说吧 有话直说 林总升职了 刚刚办公室全发的邮件 大区副总经理 不好意思啊马克 麻烦开快一点 好的 儿童喜欢频繁进食 且多是高糖食品 如果不能有效及时地清洁口腔的话 有害菌就会利用食物代谢 在口中产生过多的酸素 脱液无法有效中和这些酸素 是导致取齿的主要原因 香港卫生署建议 这旅行到底什么路子呀 你知道吗 他天天让我们销售员 站在门口 跳几几操喊 喊口号 干嘛呀 他以前是不是开发廊的 就是呀 他正才刚升官第一天 就拿我们销售部开的 太丢人了 曼曼姐 你都不知道整个公司的人 看我们几个就跟耍猴子一样 我们又不是搞传销的 在这东西我都不想干了 好的经理 那这两天 我就把运营方案给你罚过来 嗯 好 小艾 你好 小艾 林总 针对我们销售部实体店的新规定 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 之所以没有提前跟你说 主要还因为有另外一件事情 恭喜你艾总 成为咱们公司品牌部的新总监 你也讨厌 为什么要把我从销售部调到品牌部 我听老板说过 你在融资时的丰空伟业 我也觉得品牌部的小经理能力有限 他还是适合做副手 你来做品牌部的主管 你也讨厌吗 级别都是一样的 这不是级别的问题 凭什么把我调离销售一下 不是因为你销售做得不好才调离你 品牌部也同样很重要啊 而且我们一直缺个得力的助手 你过去帮我把这趟织起来好不好 老板 我自认为不是一个多事的人 但如果这就是你说的给我去投工 那我谢谢你帮我做的决定 爱总在那边办公室 谢谢 不客气 本人入职公司四年有余 你来干吗 作为我的女朋友 你永远不要因为工作去忍气吞舍 更不值得因此跟我闹别扭 搞得我也很不开心 好啊 我尽量 人生的格局要大一点 这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不就是个卖鞋子的普通工作吗 不上不下 你弄得不开心干吗 不上不下 普通工作 你就是这么想我的吗 我的工作在你心里就这么不起眼吗 实话实说啊 你看 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 在不离痴断裂分开分区一遍 你 你怎么回来了 不会这么快就被人赶出来了吗 什么赶出来啊 我自己有家 起开 我又不是妈妈最爱我一次里的倒霉媳妇 怎么了 吵架了 人设又崩塌了 估计我的人设 也快崩塌了 跟他在一起生活真的好嘞 这才哪儿到哪儿 将来你要是成了他老婆 我不想想这个 到底怎么了 他偷心被你抓着了 就算这样人设也没崩啊 他本来就是那综艺系的人设 既然想要钻石 就得学会承受当保险柜的压力 将来起码三十年吧 那比你年轻的姑娘 肯定就呼啦啦啦啦 呼啦啦啦啦啦 一茬一茬地往上铺 你呀 控制住财犬就行了 想开点 贪浪 又让他浪 你看我姑妈 一辈子不都这么过 你去哪儿啊 胃疼 找点好吃的去 你等等我 朵朵幼儿园的园长 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 他说想请你 去给家长还有孩子 做一个讲座 他说如果效果好的话 还可以推荐给其他幼儿园 我得问一下学校的情况 不行让修哥先替我去几次 你那个被机场成功学洗脑了的合伙人 他不会问幼儿园要高价出场费吧 当然是免费的 我就说是为了品牌推广 好主意 对啊 你还挺有招啊 你还挺有招啊 你好 好 我马上回去 怎么了 我妈住院了 我妈住院了 调你去品牌部只是第一步 升你为副总经理 才是最终的目的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不是林总吗 而且刚刚上任 谁说副总经理只能有一个了 我们要开辟海外市场 林总和老杨要去负责 所以没有人针对你 也没有人排挤你 林总对你的工作能力是很认可的 而且她还特别表扬 你们销售部实体店 这段时间在压力下的表现 坐小爱 可能有些人跟你的工作方式不一样 说她对不等于说你错 没有那么多事情是非黑即白的 你这脾气啊 也该改改了 不管在职场上 还是在感情方面 懂得示弱的人 才是真正强大的人 这边 来 陆菲 这边 您好 我是贾淑琴女士的家属 哦 坐 坐 初步诊断是脑部肿瘤 好好进一步的观察 是良性还是恶性 老人年纪大了 家里啊 身边啊 得留人 不管在职场上还是在感情方面 懂得示弱的人才是真正强大的人 不管在职场上还是在感情方面 好啊 雨啊 还都是好派 好啊 她都好有点 它贾淑琴 你不可护壳 你要去处理一下 对我说他们才想要去 行人你也要去照顾河 对你还要去到药 说 我晚上想早点下班 你想吃什么 外面吃吧 我会让徐阿姨留下来 指导我做饭的 我会努力做得好吃一点 你说过 如果我有进步的话 你会赏光的 知道了 就点之前到家 走 给我们个交代 我妈已经病倒了 您现在可以先 不要打扰她了吗 你妈她是自己晕倒的 还是我们把她 给送到医院来的 对啊 就是啊 你爸爸骗了我们的钱 我们现在连个人影 都找不到 我们不找你 不找你妈 我们找谁钱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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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各位 您说的这些情况 我都会去看清楚 查清楚 但是现在 能不能先给我们 留一点时间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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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阿姨 你们先冷静一下 先听我说 你们在这儿耗着也没有用 而且你们看 人还在里面呢 我们保证 我们绝对不会逃的 你们先回去吧 不行 绝对不行 我们没有钱 当然有钱 你们放心吧 先回去 你们在这儿大声喧哗 医生也会赶你们走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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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们一定给你们交代 放心吧 来 行了 行了 来 行了 阿姨晚上在监护室过夜 有医护人员陪着 你也不用太担心 先回去休息会儿吧 我想在这儿耍着 我想在这儿耍着 我帮你开了这附近 宾馆的房间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心里难过的话 就说出来 哭了也没关系的 我没事 你休息吧 我真的可以 我不是在这儿耳电 你不是不在这儿耳电 你不是在这儿耳电 我不用太担心 咐 我你不是不是走的 你不是不是 你不是那儿耳电 我不是不在这儿耳电 我不是不在这儿耳电 你 även什么 我不是不在这儿耳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爸不给我打电话 我都不知道 为什么不告诉我 坚强一点 我相信自己 我们大家一起面对 有进步 回来了 小阿姨 你还没走啊 艾小姐有急事回家了 她说让我一定等到你回来 她要说什么事吗 我听电话好像是她爸爸打来的 好像有人住院了 你现在需要休息 现在立刻马上 去洗个脸 换身衣服 一切都等到明天核四共证 结果出来以后再说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 还没到悲观的时候 去 去 过来 把粥吃完再去睡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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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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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老了真是不中用了 我那说好的 是帮着陆飞照顾他妈的 你说这不是添乱吗 这不是 停下停下 停下 怎么了吧 慢慢 你别怪爸妈成天催着你结婚 谁愿意天天找别人不爱听的话说呀 只是啊 只是啊 这上岁数了有些事啊 游命不游人呢 你再这么说我不高兴啊 说什么呢 您这么年轻 爸 明年我想在北京换个大房子 换大房子干什么呀 又得带过来天天加班那身体受得了啊 我想把你和我妈交到北京来住 刚开始你们俩会不习惯 但是住着住着就习惯了 我跟你说啊 你呀 就甭操心我和你妈的事 你抓紧时间把你那终身大事办了比什么都强 慢慢 爸跟你说些心里话 爸 爸 爸现在有时候睡觉都怕 都怕万一我 万一 就剩你一个人了 怎么着 不高兴了 啊 行行行 爸身体好着呢 还能够活一万年 哼哼哼 走吧走吧 哼哼 这种情歌不多见 哈哈哈 你蛮享受的呀 哈哈哈 选长得好看呢 反正一定要选一个啊 通常来说 如果有两个女生同时喜欢我的话 我会选择更漂亮的一个 长相不是一个人 她长得再好看 比她好看的人多了去了 而且她也不可能永远那么好看 我用一个比喻来说吧 我走在一个路口 然后我左手边是一张一百块的 我右手边是一张五十块的 你觉得我会捡哪张 我肯定两张都捡啊 两个都要 我会身体跟不上 再遇到一个更好看的 你其实要跟那个更好看在一起嘛 这两个人我一个都不喜欢 我宁愿一个都不选 因为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 比较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所以我会比较清晰地选出 哪一个是适合我 如果两个女生 一个适合恋爱 一个适合结婚 我会选择结婚的这个 如果有两个女孩子都喜欢我 我肯定要选好看的 我肯定要选好看 都好看的话 那是有钱的一个